音樂 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總司令 今天台北股市開高走低 最後跌22點 不過現在試搓是搓102點 不知道等一下會不會一根就這樣 碰 就這樣掉下來 228連假今天就開始 那佳偉老師這個休假模式 已經就定位對不對 在節目一開始先祝各位 以及全體的會員休假愉快 我相信我們的會員 今天應該是非常非常的開心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開心 然後呢全部的做多的老師 現在大多數的老師都做多嘛 今天所有全市場的多頭老師 大概也只有家外老師笑得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今天除了航運股大漲之外 其他的包含電子 包含什麼生計 包含之前的觀光 內需 軍工 基本上都是全滅狀態 都是全滅狀態 萬綠從中 一點紅 對不對 你說趙子也紅啊 趙子 請問一下誰有趙子 你有嗎 沒有嗎 對不對 所以我說今天所有的多頭老師應該 只有家外老師 笑得很開心吧 因為 我們今天早上在幹什麼 我們從今天早上一開盤 花了大概15分鐘到20分鐘的時間 我們把電子股一直賣 一直賣一直賣 一直賣 從開盤就一直賣一直賣 然後呢 我們尾盤對不對 中場的時候我們還在加碼了 航運股 貨櫃也加碼 散裝也加碼 而且我們還怎麼樣 因為我們今天有錢了嘛 對不對 我們有賣股票有錢了嘛 我們今天早上還加碼了四圍行 那今天尾盤呢 2605 今天換星星很強啊 第二根漲停板 看一下 第二根漲停板 我們這一天買嘛 買完之後昨天漲停 今天再漲停 兩根漲停板 這我們衝刺會員的股票 對不對 好 對不對 然後呢 育民2605 2606 育民 今天雖然沒有漲停板 但是他今天最後會漲7.7% 對不對 我們一樣是這一天買 昨天漲停 今天再衝高 這樣子 兩天夯不朗當 這樣子也快20%了 是不是 這普惠的股票 然後呢 我們今天加碼了這個 因為這個都很便宜啦 這個都很便宜啦 所以今天這個 對不對 四圍行 今天 兩組會員都加碼 衝刺會員 特別會員都加碼 對不對 尾盤 漲停板 那貨櫃航運 今天雖然沒有很好 但是他們也是持續往上漲 那你覺得咧 所以你看喔 昨天啊 昨天是不是一堆人 對不對 在那邊 什麼 AI 對不對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家瑋老師 在禮拜二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把 AI股 全部都出情了 我說我連創意都出情了 我們把那個什麼 四星KY 四星KY 是上禮拜就出了 金星科上禮拜就出了 對不對 然後呢我們把什麼 什麼 聯勇也出了 然後這禮拜我們把什麼 M31 創意 艾浦 我們通通都出了 出了之後呢 禮拜三跌下來 到了昨天 因為什麼 盤後的時候 NVIDIA 漲8% 喔 昨天病病狗 對不對 哇一堆AI股又往上衝 然後咧 你就看到昨天一堆人就跑一層 我昨天我就說 我覺得怪怪的啦 因為就像你看我們創意第一次賣的時候 是不是獲利了結在這邊 後來隔天是不是拉了一根 拉了一根之後 後來呢 他就會進行甩叫 甩叫之後 後來我們買回來之後 我們在2月21號禮拜二 獲利了結 1025塊 1025塊 我們賣在四位數嘛 1025塊 對不對 獲利了結 我說 短線過熱獲利了結 我就不追了 如果有勇者要去追後面 那就 我是覺得風險很大啦 我就不要了啦 對不對 昨天漲停板 大家都在封創意 我也跟各位講 我覺得怪怪的 我覺得拉高應該是出貨啦 因為我認為這個盤 資金是由高到低 然後呢 甚至是橫向轉移 橫向轉移就是轉到不同的族群去 然後有這種高級期的有沒有 他會轉到低級期 所以你看喔 今天喔 創意還是漲 對不對 可是像6643N3E這些股票 他也還漲喔 可是像什麼金星科 四星KY這些什麼 還有什麼艾普對不對 就都不行了 今天台北股市最後跌多少 你看有沒有 有沒有 跌111點 跌111點 是不是 昨天台北股市 來看一下 昨天台北股市是這樣子 大漲196點 對不對 大家都很嗨 然後呢 我說我們四個燈 快樂出行大獲全勝 長榮 陽明 萬海 育民第一根漲停 昨天 星星昨天第一根漲停 今天第二根漲停 慧陽大漲 尹薇大漲 尹薇大漲 尹薇漲停 尹薇漲停 普瑞大漲 翔碩大漲 細創 經驗 然後這一檔利端 就是被酸民 對不對 靠北頭褲酸民笑的利端 昨天拉尾盤 我昨天還沒注意到 因為他最後才拉的 涨2.69% 對不對 然後我們把TPK獲利了結 我們轉利基 是不是 然後呢 我昨天就跟各位講了 創意 我覺得怪怪的 昨天儘管他漲停 我覺得怪怪的 我昨天我跟各位講 我唯一會覺得可惜的只有他 2388的威城 因為他是低機器 但是我今天 我也沒有把他追回來 為什麼 因為我今天從一開盤 我就在賣股票 我今天從一開盤 我就在賣電子 因為我說怪怪的嘛 我覺得這個新聞有一點恐怖 錄 中國大陸嚴管 Chap GPT 代理服務喊卡 然後我覺得這個 有一點像是那個巴菲特 買ADR的 台積電ADR那一天有沒有 市場太瘋了 所以你看到今天 就只剩下鳳毛麟角 激黨股票 其他的電子股全殺 是不是 所以昨天的NVIDIA 是不是漲了多少 漲了14%嘛 我說股價可能提前反應 今天早上報紙打開 大概都是NVIDIA的新聞 什麼 灰達暢旺 外資百億買超歸對 灰達點火 台積電跟著旺 NVIDIA看好 深層是AI遊戲野武 然後呢 然後呢 今天早上一開盤 我覺得比起那個 航運股 我覺得今天的電子股的操作 我們更省 你知道嗎 比起航運股 因為航運股 大家昨天已經看到那個BDI 大漲了嘛 所以今天航運股會大漲 那個是已經是大家都確定 只是 你有沒有去加碼 我們今天是通通再加碼一遍 甚至我們今天還買了 零八四圍行 這就看你心臟夠不夠強嘛 對不對 教育老師是很確定 他們會往上漲嘛 所以我今天在這邊買嘛 是不是在這邊買 對不對 剛剛各位看到了嘛 四圍行嘛 就衝出去 對不對 這裡嘛 後來就漲停嘛 這裡嘛 對不對 但是比起航運股 我覺得我們今天 電子股操作更漂亮 為什麼 你看喔 今天早上9點整 一開盤漲了101點 101點 101點 對不對 那我問你 你在幹什麼 這是我們盤錢的時候 我就給會員的指令 我說昨天啊 來導播幫我放哪 我說昨天美國股市 只是靠一檔NVIDIA在讀生大局 其他的科技股 不夠強 今天也是啊 今天除了威勝 除了M31 創意在讀生大局以外 其他電子股怎麼樣 跌翻了不是嗎 不然為什麼最後會跌100多點 所以呢 我們今天漲起來 我們會怎麼樣 賣電子 但是我們會加碼買進 什麼 散裝行運 我盤錢8點53分 我講得很清楚 所以今天早上一衝起來 我在幹嘛 有沒有 九點整第一通指令 第二通指令趕快 賣普瑞 對不對 因為最近酸民很會算 很愛算 他們很愛算 我就也跟著一起算給你們看 對不對 酸民我平常都不算的啦 酸民很會算我就來算嘛 普瑞 很多啦 賺5.06%而已 但是幾天 兩三天而已嘛 問題我們賣完之後 4966 因為我賣完之後沒看他 你看 來看一下 我賣這裡 開盤最高點啦 我要不要跟各位講 家衛老師只要賣對股票的話 這個盤就有問題啦 你看我們之前那個 6284的加幫 你記不記得 你回頭去看 我們加幫幾乎賣在最高點 我們賣在這一天的 幾乎是最高點 大概在這裡 賣完之後說最低壞 咻就這樣跌下來 我們今天早上賣4966普瑞 賣完之後你看K棒 創高 昨天創高是不是今天 一根黑棒就下來 第一通指令 然後立馬 翔碩 5269翔碩 會了解 最高點 對不對 我們一通一通賣 一通一通 該通知的通知 我們該打電話的打電話 我們該發指令發針 我們沒有那種一包什麼 所有電子股全部出 我沒這樣子 因為沒有到那種 像去年有沒有 我們不是一件全出有沒有 沒有到那種時候 來 翔碩獲利了解 不多啦 賺1.49% 真的很少 尹薇 今天有利多開盤就出了啦 6515 本來大賠吧 對不對 6515 我賣這裡一開盤 走了一個頭之後 尾盤又下來 我說尹薇我們是按照機率這裡買 2月21號買 買完之後隔天大跌嘛 差一點跌停嘛 昨天漲停嘛 今天衝出去我們賣對不對 賺錢啊 變賺3.16% 經驗 我們大概報了一個多禮拜 10.97% 獲利了解 細創 7.92% 賺喔 獲利了解 這利端嘛 網友在笑的嘛 抓出來笑 酸民在笑的嘛 說什麼我們之前賣了一堆股票 普惠賣了一堆股票 還不夠他賠 啊到底是賠多少 到底是賠多少 6.17% 是要笑死人喔 對不對 明基財 賠2.01% 新勝利 賠2.01% 然後咧 圍影 早上衝到漲停板之後 殺下來賣 然後獲利了解 賺13.5% 才花3天的時間 然後呢圍影呢 賣完之後是不是跌下來 跌下來是不是又拉漲停 拉漲停打開 晃晃晃 咻 又掉下來 你覺得咧 然後後來咧 我們賣完的時間是在這裡 有沒有 9點14分 有沒有 賣完時間9點14分 在這裡有沒有 在這裡 然後我發了一通指令給我們會員 我說長假在即啊 加上美國科技股皮弱 所以老師認為 電子股昨天大漲是有人在出貨的 你今天看是不是有人在出貨 當然不可能每一檔都跌嘛 就像今天威盛大漲啊 問題你整體的電子股都滅的情況 我問你為什麼他一檔股票能撐多久 這就是為什麼今天沒有把它追回來的原因嘛 所以咧 我們早盤賣出了大部分的電子股 我們只留下存股性質的 有兩檔股票我是把它當存股性質 一檔叫宏達店一檔叫國具還有 昨天買進的那個利基有沒有 有沒有那個利基啊 那個利基是 昨天下午開了法售之後說他不發鼓勵啊 所以4968利基今天早上就這樣吸油 跌比較多 那偽判也拉起來 但我問各位嘛 不發鼓勵是好事還是壞事 好事啊 好事啊 所以今天會有情緒性的賣壓 賣完之後說不定他就上去 因為為什麼 我再說一次喔 這利基是低基期喔 低基期喔 高基期轉低基期 所以我們現在留下什麼 宏達店跟國具這個存股性質 還有一檔 唯一檔就是因為昨天現買 今天現賠了嘛 對不對那我就不要賣啊 不要賣我等他反彈起來 對不對說不定我們還可以變大賺 對不對 然後呢還有這個 低基期的航運股 所以各級會員大概抽回了一半的資金 所以希望各位有個愉快的心情 來度過228連假 我就問各位 如果你滿手電子股 你有心情放假嗎 你有心情放假嗎 所以我說嘛 今天所有的做多老師 就只有我們笑得出來 而且笑很大聲嘛 然後我後來是不是都加碼 航運股 對不對 我加碼了航運股 結果來2605 漲停2606 育民漲停2637 漲比較少 對 但是昨天大漲 今天漲比較少 然後56今天再買5608 漲停 有沒有大過全勝 所以我就說228連假放回來之後 放到下禮拜三我們回來 這個228大家好好出去玩 教育老師也要出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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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已經進入放假模式 那希望我們過個愉快的假期回來之後 等到下個禮拜 我們舊的會員 跟這個禮拜新加入的會員 一起同步再次進場 我沒有要你來幫我們抬轎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電子股就賣一賣了 賣一賣之後 下個禮拜 我邀請各位 跟著我們的會員 一起重新進場 一起重新進場 因為我們現在手中 除了我說存股性質的股票以外 就通通都是航運股 當然航運股我還會加碼 今天就像你 今天你敢加碼航運股嗎 今天你敢買56084微行嗎 你敢嗎 你不敢嗎 那我會帶你買 所以下個禮拜 我們就找機會 把一些好的股票 我們再把它買回來 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什麼 快樂愉快的去放個假 放完回來之後呢 我們就同步進場 所以你一半活一半 今天最後一天 下節奏回來 我們繼續分析 甩教完畢 再闖新高 今天日會 陳特朗固 陳老師 會費幫您出一半 機會難得盡情把握 最後一天 下節奏 0227525868 2725868 和中日央行大放水 甩教完畢 再闖新高 今天日會 陳特朗固 陳老師 會費幫您出一半 機會難得盡情把握 最後一天 再開線 0227525868 27525868 歡迎各位回到現場 我相信各位大家看到這個最後尾盤跌111點 如果你滿手電子股的話 你這個放假大概 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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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228放四天 下禮拜 除了今天晚上美股開盤之外 還有下禮拜 禮拜 所以美股還要開三天 那開三天的盤 昨天NVIDIA大漲 其他的美國股市的股票都很弱 那你覺得這三天會發生什麼事 我是覺得很不瞄 所以 你看喔 家瑋老師 為什麼現在一步一步的朝準賣進 我說我現在超盤 不是我來畫線給大盤總 而是我從一些蛛絲馬跡去看到大盤他告訴我的聲音 你說大盤會有聲音 沒有啊 你要去看 不是去什麼哪一檔股票基本面好 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說專業是專業在這裡 這個你要我怎麼寫書啊 你要我怎麼寫軟體啊 這個就完全就是盤桿 這就是經驗 那大盤告訴我們要 台股告訴我們要怎麼走了 我們只要去紀律操作 就像我今天早上為什麼 我今天早上為什麼 一開盤 開最高 你今天早上一開盤你會知道 對不對 我從 一開盤就開始賣股票 你會嗎 不會嘛 那為什麼我知道 我昨天我也提示你啦 我就覺得這個盤怪怪有人在出貨 所以我昨天不是講了嗎 有些股票我本來是什麼像銀威 所以我本來是大賠有沒有 喔 昨天可以漲停板 哇賽 我趕快喔 隔天要出掉喔 對不對 這個都是已經大盤告訴我的事情 所以昨天那個就是拉高出貨 是給人家跑的 那我們今天就順勢就跑了 所以我說 我常常講 你按照這個紀律模式對不對 這個我沒有辦法在盤面上 就是完整的跟各位講 我只能就是說 因為這個是我的盤桿嘛 這是我的經驗嘛 所以我就說 你要鎖定嘉偉老師的節目 我說一句實在話 我我我我我 這我要抱怨一下 你怎麼拜託欸 你們覺得嘉偉老師很準 你為什麼不訂閱 你們覺得嘉偉老師操作很棒 你們為什麼不按讚 只要嘉偉老師沒有講 就沒有按讚 那沒有按讚就不會推播 我說我又不是那種什麼 什麼會花錢去什麼請公讀生 買安裝什麼去嚇廣告 嚇到人家節目那邊去的人 我的收視率都是真實的 我沒有去什麼去買什麼 買點閱率買什麼我沒有 但是有時候你看到那按讚書這麼少 我也是覺得說 欸 你也拜託欸 你看我節目 你當電視會員 你如果有賺到錢 我說很好 對不對 那你就 點點的談 對不對 我有幫到你我就很開心 你也不用 什麼特別去哪裡發文稱讚 不用 不用 對不對 我們也不用去指責那酸民 不用 有他們我們才會更精進 但是 按個讚可以吧 按個讚不過分嘛 我也只有要求 我如果你看我的節目有幫助 你幫我按個讚 幫我訂閱一下 讓我的節目能夠衝一下 擺在前面 不要說好像人家 輸人家這麼多對不對 所以人家maybe可能是買的 對不對 我是可以從來沒花過一毛錢 什麼公讀生什麼沒有 我一塊錢我都沒有投入在這邊 所以你看嘛 我們從今年1月30號開始 你看過去放空了我就不見了 對不對 因為我們 就一直都是有一個新的績效出來 我們就這樣一路做啊 一路做啊 你看嘛 一路做很順喔 因為在過年前很順喔 然後 你有沒有發現 我之前叫你報股過年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 我之前叫你報股過年 我們從這裡翻多嘛 我之前叫你報股過年 這天是封關啊 大家是怕得要死啊 結果現在2228大家不怕了 你們不怕我怕得要死啊 對不對 就很奇怪啊 對不對 現在大家不怕了 然後我怕得要死 這裡不怕喔 這裡不買喔 這裡我們翻多 這裡不買喔 這裡大家很勇敢喔 我是很怕啦 我是很怕 對不對 然後你看喔 從這一天 上個禮拜一大漲之後 我就說怪怪的 開始怪怪的 我說 這盤開始有點怪怪 所以我們陸續嘛 把聯勇啊 金星科啊 把它獲利了結啊 四星KY啊 對不對 我們西華小鑽一點 獲利了結 四店我們也獲利了結 家幫 你看這家幫賣得多漂亮 獲利了結 賣對就有問題了 我跟你講 文貌 艾普 對不對 你看艾普我們也賣得很漂亮 對不對 M31啊 創意啊 什麼家機獲利了結 全新獲利了結 飛鴻獲利了結 利用電獲利了結 威生獲利了結 然後我們今天再買了一堆 然後我們現在資金重壓的就是什麼 航運股嘛 為什麼 因為我說上海集中箱指數 這個 對不對 運價指數已經落底了嘛 對嘛 是不是 然後我們昨天趁大跌 沒有前天趁大跌 我們是買進會洋 買進育民 對不對 買進星星 然後昨天育民漲停板 星星漲停板 會洋大漲 然後我們 然後你昨天晚上看到BDI漲20% 對不對 然後呢我們今天什麼 再加碼一次以外 我們還在買四位行 那你覺得咧 教育老師這樣操作怎麼樣 值不值得你按個讚 對不對 給一點動力嘛 好不好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很合理啊 我也沒要你付我錢啊 按個讚可以吧 然後呢你去看喔 波羅地還指數漲21% 這樣子漲21% 那我就問各位 這是開始還是結束 以航運股來講 以航運股 我沒有說電子股喔 我沒有說電子股喔 電子股我今天是賣得差不多 只留一些存股的部分喔 以航運股來講 這只是剛開始 是不是 是不是嘛 所以我說今天賣一賣對不對 然後等到下禮拜三回來 我邀請各位跟著我們第一時間 一起重新進場 因為這個行情並沒有結束 只是轉向 轉到別的族群 你一半 我一半 今天 最後一天 我們明天見 明天見